你先看一遍 看哪些要哪些不要 废弃老屋堆满杂物 多年无人进出 屋内到处积满灰尘 40位志工和慈亲同学 帮忙清扫 不怕脏乱 持续清理 大型物品先搬运出来 再分类 再把那个泡棉拆掉 因为这个铁片是可以回收的 那个泡棉才是垃圾 这位局的社工提报 结合我们分会的社工 透过这样的一个姻缘 能够再跟我们的孩子 做更紧密的一个互动 那就是我们还会 再做一个居家的关怀 这个家庭爸爸早逝 妈妈患有精神疾病 兄弟俩从小被安置在教养机构 个个目前就读大学社工系 长大之后有能力的话 就是可以回馈给社会 帮助其他弱势的族群 或者是需要被帮助的人 弟弟在桃園读书 希望毕业后能跟哥哥一起回台中老家生活 慈祭人协助环境清扫 圆满回家心愿 谢谢师姑师婆 就是协助我们整理家园 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 能够在接引这个孩子 能够走入阳关 能够暂放他的希望 能够有他的抱负 能够拥抱他的梦想 屋子打扫干净 社会局接手修缮 四季关爱不中断 将持续陪伴 大新闻 珍善美志工 江美方张宏达 台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